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要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克羅諾斯地獄集 那這邊的話帶大家用戰鬥暴龍獸來通關 這邊也是全合作配置喔 那龍科的話其實你可以帶上腐化 因為王一的工錢你還可以甚至直接無視過去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你就帶九封龍科 反正主要是儲量條件是發動攻擊次數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我沒有帶上自己的專屬武裝喔 就是帶上一些蛋糕或者是岩秒的龍科這樣子 好 那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啦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就直接去手銷到全部的光珠就好 阿你火珠如果可以拆兩組的話 那當然最好 好 那這邊就是不要去銷到新喔 好 阿可以轉到六康 那當然也是很棒的一件事 好 因為第一回合通常是戰爆比較薄弱的時候啦 好 來 這邊的話果然沒有直接送走 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再去手銷全部的光一次 好 OK 一樣就不要銷到新就好了 好 阿我銷六康是為了要觸發減CD 不是為了符合中間那一隻 中間那一隻的顧C是可以無視掉的 所以不用擔心喔 好 這邊暴龍機把他打開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那個加C的角色下去了 好 阿這邊一樣我們就直接正常轉 他按珠不能消啦 所以你如果按珠太多的話可以把他塗過去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會不小心消到 好 OK 好 來 這邊直接吹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喔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把那個合體吹下去了 好 吹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是技一加技二刺後 好 然後這邊的話補一個龍科之力 好 然後這邊就直接空轉送給他就好了 來 OK 這邊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15C 我們就再把加C打開 然後這邊的話就直接去正常轉就好了 好 你可以把兩組火消到啊 這樣子的話隊長機會有一個完整倍率喔 好 這樣子看起來沒有問題 好 來 這邊一樣灌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我們一樣再把個龍科之力補下去 好 就正常轉 不要消到暗就好了 這邊有反手消暗齁 好 OK 好 記得至少留一個加護珠下來 這樣子才有辦法打出傷害 好 OK 這邊帶過去 來 接著就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要消一樣的東西 六組 呃 五組 對不起 更正一下 五組齁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戰鬥暴龍獸 好 那這邊我們就去消火跟星 好 阿就消五組齁 好 剩下你要疊珠或是幹嘛都可以 總之記得不要再消到別的 產生弦外之音齁 好 這邊五組 OK 好 來 這邊一樣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我剛有說 如果你是帶腐化的話 這邊就直接開龍科 然後無視他的弓前盾過去 阿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等他打過來齁 反正他也是只有CD1而已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然後把龍科打開就好了 好 那個印記的話記得喔 好 不要消到那個叫什麼 不要消到五顆星珠 因為你累積消到五顆星珠的話 下回合不管你有沒有轉珠 都是直接死去喔 好 這邊的話就直接用龍科來 無視他的弓前盾 我的觸控怎麼還怪怪的 好 來 這邊就直接捶過去齁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是黑白珠 好 然後加上數字盾23 這邊的話就是一樣 戰爆技一加技二次後 好 那怎麼轉23呢 其實我們就是把其中一組拆掉 這樣子就好了齁 好 像這邊的話 我們三顆把它拆掉 這樣子就沒問題了 好啦 以上這邊的話 戰鬥暴龍獸通關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拜託